听上奥运明天就要开幕了 主办单位台北市政府表示 他们要透过这场开幕典礼 让全世界看到台北的艺文实力 而马云九总统明天晚上 也将以国际首语来宣布 听奥正式节目 只要天气配合如其开演 主办单位说台北听奥的开幕大典 要写记录 开幕典礼 也能够成为全台湾民众 集体的一个记忆 大家都会事后看完以后 觉得是非常精彩 然后把台北的艺文实力 向全世界展现 这一次共有81个国家 5000多位选手来到台湾 也是听奥第一次来到亚洲举办 主办单位可以从服装到场地布置 强调竹子的意象 希望让外国选手感受到 浓浓的亚洲风台湾味 西方人的心目中 其实竹子是非常亚洲的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 我们自己觉得竹子 其实它有一种高风亮节 然后台湾也非常盛产竹子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用竹子作为它的主要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而长达两个小时的开幕大典 花了六亿元打造 十二幕表演内容融合了台湾的海洋文化 以农历国的精神 还有台北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可是对听障朋友来说 听到开幕是对听障文化的呈现不够 赖声川有将听障者 包括北冲中冲的学生 纳入这次的演出活动 有关龙人文化就是这个部分 再来就是很多节目 可能怎么说呢 台北听到丑委会荣誉董事长陈之和说 因为整个开幕典礼 都是由赖声川来主导 虽然美不生收 但是听障朋友作为运动赛事的主体 在开幕式中似乎被冷落了 不过尽管如此 大家还是期待开幕式 能够如期顺利举行 而明晚马英九总统 也将以国际首语 宣布台北听到正式接幕 记者陈修林 郑凯文 台北报导